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秒钟为我增加一天的寿命 而且只要肉身不悔 灵魂不散 我都可以恢复如初 理论上 我可以做到了长生不死 但长生不死并不意味着永生不死 自从半个月前 我见到了一位魔修 挥手之间就毁灭了一座小城 举手之下 所有事物都化为机法 我就杜绝了躺平的想法 必须休息 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 才能真正地 逍遥世间 在连续被十几个宗门 已没有修行资质拒绝后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门路 只要在这个房间内待上一个时辰 为里面患病的小姐 以阳气冲洗 就可以获得进入洛仙宗的名额 你来了 来了 不是说这家小姐身患重病吗 看着不像了 你走近些 好 我美吗 好家伙 难道还有狐狸 现在还美吗 你敢伤我 对不起 就知道这会儿不好见 这女子明显是个妖物啊 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对不起 有个屁用 我现在给你两种思法 一是让我把你的心挖出来 二是让我吸干你的兽缘 阿儿 独选 吸兽缘 还有真好事儿 这么积极 快点 给我吸 来吸我 你脱衣服干嘛 不用脱衣服吗 那好 来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成全你 不必满足的感觉 能快点吸吗 你怎么还能站着 我不信 再来 六十年兽缘到时 这家伙已经死了 啊 消化兽缘好累啊 我也该休息一下了 什么声音 睡 睡着了 你竟然当着我的面睡着了 你这是看不起我吗 本来想让你毫无痛苦地死去 现在 我要让你痛苦遇伤 我要听见你撕心裂肺的好脚 什么 金玉 就是这种力道 吸得越快越舒坦 嘴硬 我看你能扛到什么时候 尺寺死透了吗 喂 完事了吗 哈 你还活着 这怎么可能 你已经被我吸收了万年寿源 怎么还没死 这真的只是一个凡人吗 我不信 还没死 你居然还没死 你居然还没死 嘿嘿嘿 你你你你你你 干什么 说好的止息寿源 我抛开你的身体看看你到底有何特别 嗯 不行了 从没有吸收过如此多的寿源 我太疲累了 我需要闭关消化这些寿源 哦 这就不行了 那接下来 改我了 你不要过来 我警告你 我会把你的头拧下来 嗯 千个字 还没到一个时辰 是你自己不行的 我提前离开 也算是完成了这次任务 按照约定 你们要让我 进入洛仙宗 哦 你竟然想进入洛仙宗 我满足你 这是进入洛仙宗的洛侠令 拿着它就可以进入洛仙宗 多谢 凡人之躯却有不凡之处 真是一株人形大药啊 得好好养着 哼 待我出关之后 再去抓它炼制一炉逆天宝样 也不知道里面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红衣姑娘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靠近她的男人 没有一个男人 能站着离开这里 没准那家伙已经死透了 她怎么出来了 哎 怎么回事 小妹 我任务完成了 红衣姑娘呢 完成 你完成什么了 哦 她说她累了 休息去了 这是她的签字 真的是红衣姑娘的自尽 她怎么还能站着出来 这不符合常理啊 哇 不愧是仙门大宗啊 果然气败 哈哈 能进入这等宗门修炼 之前的冒险也值得 站住 哦 来者何人 洛仙宗乃是仙家重地 尔等凡人速速离开 啊 两位师兄 我是来拜入洛仙宗的 洛仙宗五年一次的收徒大典 早就结束了 赶紧离开 否则对你不客气 呃 两位师兄 我有洛侠令 我不会被骗了吧 洛侠令 哈哈 两位师兄 洛侠令有问题 啊 啊 没有 那我能进入洛仙宗 能进是能进 那我进去了 啊 等等 走那边 小洛 师兄 我想走大门 如果想进入洛仙宗 你只能走小路 行吧 能进入洛仙宗就行 管他走哪条路 哼 也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洛侠令 这傻小子还想走大门 可笑 洛侠令在五十年前是荣耀 现在 就是个笑话 唉 走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到 啊 好气派 不愧是仙家宗门 我算是来对地方了 老残院 什么意思 谁也不敢 你要去哪里 别说 你不敢 你不敢 想要去哪里 谁 我以为不敢 你这样 去去去 你别让去 老残院什么时候收弟子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有落侠令 你们不能不认 师父 接下来我做什么 真的是落侠令 被忽悠得不浅啊 小子 进了老残院当弟子 你是脑残哪 赶紧走 别影响我们干犯 闭嘴 五十年了吧 老残院没有收过弟子了 你们真愿此生困在这里 罢为易捧黄土吗 我们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 我不愿意 小子 我问你 你真的愿意拜入老残院 我弱弱地问一句 老残院是不是落仙宗 自然是 准确地来说 是落仙宗的四大院之一 我愿意 很好 从现在起 你就是老残院的弟子 在座的都是你的师父 徒儿拜见 我吃好了 我们刷碗 天眼 你刷碗 我们也吃碗了 你们这群家伙气死我了 我叫武德 师父 接下来我做什么 接下来你就把碗给刷了吧 啊 啊 对了 把院子也扫了 刷碗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杂议弟子 天眼 你真的要受他为妥 我们这样又能教他些什么呢 自然让他修习落仙宗的正宗仙法 老残院还有人进来 我们呢就还有希望 哪怕 希望渺茫 难 老残院不止落仙宗顶着 摩摩也在寄予 不说其他 就是我们死后总要有个收拾的 有个上坟的 这小子来了有一个月了吧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洛仙宗历来自治最好的弟子 一刻钟就能完成隐气入体 差一点的三天的时间也够了 最废的也就是十天的时间 这小子竟然一个月了都没有完成隐气入体 这是躲什么奇葩啊 我去把这小子赶走 你不让他收拾了 就他这样天生废体不能修炼 没准还不如我们活得长呢 这算怎么回事啊 修炼的一个月竟然没有一点进步 作为一个穿越者不应该啊 陈琪 大师傅 以后不要叫师傅了 那叫啥 叫大哥吧 来 大哥送你出去 我来看看老残怨几个老不死的死了没有 赵诚 执法堂的又来找麻烦啊 啊 正吃饭呢 要我说你们这些残废活着就是浪费 就不该给你们分配粮食 赵诚 你说话注意点 我们在洛仙宗的辈分比你高不少 也算是你的长辈 长辈 你们也配 瞎子 缺子 缺胳膊少腿 没一个正常人 你们这样的纯粮丢我洛仙宗的脸面 赵诚 你如果是来侮辱我等 你达到目的吧 可以走了 老子还没玩够呢 凭什么走 现在 你们排队从我胯下钻过去 否则 我今天烧了老残怨 是啊 有本事钻啊 赵诚 你休得放肆 我放肆怎么了 谁能管得了我 怎么和我师父说话呢 这 你压的谁啊你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陈启 是老残怨新入门弟子 新入门弟子 你们几个残废竟敢收徒弟 这小子怎么这么忙 这下完了 你给我听好了 敢侮辱我师父 我思维师父脾气好 我这暴脾气可不惯着 陈琪 别说了 你赶紧离开这里 他走不了 小子 你给我跪下认罪 你还敢打我 我杀了你 住手 陈琪 不知的小子 我乃执法唐成员 看对我出手 死路一条 赵承 他只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 你竟然下死手 你还有良心吗 都是修行者 你跟我讲良心 你不觉得搞笑吗 今日莫名被打了两巴掌很不爽 你们四个老东西都给我从胯下钻过去 否则 这事没完 我师父不可辱 饶柴燕不可辱 什么 他没死 你竟然还活着 那我就再杀你一次了 你敢 这下该死透了 赵承 你做得太过了 但我们不存在吗 我不想忍了 我想弄死他 你们收徒本来就是禁忌 我杀他一万次宗门也不会怪罪我 现在我该和你们这些老东西算账了 这 我说过 我师父不可辱 老残怨不可辱 臣妾 你为什么还没死 你 你快给我松开 要 要碎了 给我师父道歉 我 我错了 我不该对老残爷说那种话 我 我就是畜生 快 快松开 小子 七尺大叔了 我要把你大谢包困 张师兄 你没事吧 好啊 老残怨的废物们 米群垃圾 敢反抗我执法堂 你们 这个月月缝全部取消 给我等着 轻 轻感 他有些碎了 快去找长老给我治疗 一定要留住我的快乐 哈哈哈 陈琪 你小子行啊 这股气不错呀 老残怨很久没这么爽过了 嘿嘿嘿 对了 大师父 你刚才让我出去是 天眼 我告诉你 这小家伙我很喜欢 他对我胃口 那一手抓蛋的功夫 像我们当年 他绝对不能走 陈琪 没什么 你就留在老残怨吧 不能修行 就陪我们几个聊此残生也行 好 嘿嘿 看来我刚才的努力没白费 终于大动这几位师傅 确定留在骆仙宗了 不过我这长生不死的体质 虽然肉身不是遭受完全毁灭 都可以再伤 但是真疼啊 来 开始吃饭 唉 这一天天的 不是在干饭 就是在干饭的路上 这样下去不行啊 我是来修仙的 就算资质差我也得修炼 几位师傅 我想 不 你不想 陈琪陪我们在这里耗下去 也不是办法 要不把我们修炼的焦塔 也许他就能 闭嘴 你想害了他吗 唉 好吧 我只是看陈琪太渴望修炼了 可惜天意弄人 毫无资质啊 我吃完了 你们刷完 我资质确实太差 无法正常修行 但二师傅刚才欲言又止 难道他有什么办法 二师傅 陈琪 别问了 修仙这东西 最看资质 不是我们不教你 是我们教你洛仙宗的功法 你也学不会 我们也没办法 二师傅 我不是找你修炼 我是听人说 老残院曾经无比辉煌 和我讲讲呗 你要是这么问 那就有得闹了 何止是辉煌 老残院曾经拯救了 濒临灭门的洛仙宗 濒临灭门 洛仙宗是此地最大的修仙门派 怎么会濒临灭门呢 这个说来话长 涉及到隐秘 你只要知道 当初洛仙宗 曾经面临四大门派为公 命悬一线 关键时刻 是老残院挺身而出 晚狂澜于祭道 服大厦之江青 哇 这么厉害 这么说 四位师傅都是相当厉害的修仙巨步 那是自然 看见你三师傅了吗 当年他一双天地脚踏天踏地 让无数人闻风丧躲 死在他脚下的亡魂数不胜数 啊 一双天地脚 二师傅你认真的 明明三师傅只有一只脚啊 我的鬼魔双煞拳 以及你大师傅的天眼 都是无敌的存在 当年打的四大宗门丢盔弃甲 那为何如今你断臂 三师傅断腿 大师傅眼瞎了呢 那是因为我修炼的功法有缺 或者说我们修炼的是禁术 禁术 禁术这东西威力大见效快 我们当初为了拯救洛贤宗 不得已才修炼 如今才落得这副残废模样 既然你们为宗门付出了这么多 为何宗门还如此对待你们这些功臣 这个说来话长 总之还是禁术的原因 修炼禁术为修仙正道所不容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师傅 我想学禁术 你疯了吧 修炼禁术不但伤害身体 最大的问题就是损耗受缘 我们几个如果不修炼 能多活几百上千年都没问题 那像现在 我一天算一天 损耗受缘 那简直太适合我了 你想都别想 你大师傅第一个不同意 二师傅 还有啥事 四师傅看上去一切正常啊 他哪里藏了 他 脑残 嗯 选 必须要选 禁术对别人来说是大吉 对我却正好适合 我天资不醒 正好用禁术弥补 既然大师傅二师傅三师傅不肯教我 那就去找四师傅 从四师傅那里找到突破口 来了 弟子拜见四师傅 四师傅这言行举止和正常人没区别 不像是个脑残啊 四师傅站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发现了一个事情 何事 每呼吸一分钟就过去了六十秒 你找我肯定有事吧 是有事 难道四师傅看出来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一定是猜对了 哈哈哈哈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请四师傅教我修行禁术 你觉得四师傅怎么样 四师傅大智若愚 秀外慧中 口齿伶俐令我受益匪浅 你如果你肯花一点时间了解我 你就会发现你浪费了一点时间 四师傅 且慢 听君一席话盛听一席话 我上次这么无语还是在上次 嗯 如此可教义 你这徒弟我交定了 哈哈哈哈 原来这才是打开四师傅的正确方式啊 四师傅 可以教我禁术了 跳下去 蛤 这里禁止游泳啊 此湖湖水蕴含了极强的禁术之力 修炼禁术事半功倍 真的行吗 你一定行的 除非不行 你慢慢修炼 现在的年轻人哪 和老一辈比起来真的年轻 不论如何 总要试试 系统提示 瘦元简易 瘦元简易 果然 瘦元简易 就是这里吗 没错 这里就是老残院 那些修炼禁术半死不活的家伙都住在这里 天助我也 待会抢到了禁术迅速离开 洛仙宗现在势大 被他们发现就不好办了 那边有个人抓住神问一番 这小子真是个废物 我们都离他如此之近 都没有发现 我去把他抓上来 抓这小子简直手到擒来 什么情况 别想着求救 不然我立刻杀了你 你们是谁 想干嘛 哪里来这么多废话 给我走 看招 湖水泼我 你是个娘们儿吗 怎么了 这湖水有问题 下来吧你 下去吧 怎么回事 这树里有什么 是要救我 你不救他吗 我 他不救他 这上面 我想活 你不想 可恶 敢杀吞天魔教的人 我杀了你 只要不接触湖水 我就是安全的 而且这小子实力一般 我完全可以弄死他 要不是在湖水里这段时间 肉身强大了许多 这一击就要受伤了 小子 去死吧 我看你能在湖水里待多久 嘿嘿嘿 下来吧你啊 不好 好 好阴险的小子 你有本事给我上来 你有本事下来啊 哈哈哈哈 终于被我抓到了吧 给我上来 停下 你 一起倒是不小 小看你了 哎 当真一个垃圾 也配合我作对 这下麻烦了 我增强的那点肉身之力 根本无法和这魔门弟子抗衡 小子 等你上来 我要把你撵成肉酱 之前我泡在湖水中 都让我肉身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如果直接喝呢 管不了那么多了 喝 这小子在干嘛 剃口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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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疯狂 好疯狂 这流浮像是灵火灼伤 又像是万剑蚂蚁在啃食 不过 在变强 为了活命 继续 这小子疯了吧 不管你真疯假疯 都得死 啊 居然接住了 啊 啊 这是什么 这难道是传说中炼体激净中的金身显化 是不可能 金身显化只有天胶中的天胶才能做到 一个不知名的小子怎么可能 不死 啊 啊 啊 干饭人 干饭魂 干饭要用大铁盆 陈起呢 没看到 平常这小子都是准时来吃饭 今天怎么不见了 我也没看到 等会再吃 你有没有看到陈起 他在后院湖里游泳修行了 唉 游泳修行 资质不行 怎么修都是白费功夫 什么 游泳 后院的湖水巨毒无比 刮肉削骨 进入后必死无疑啊 这 完了完了 好不容易收了个徒弟 就这么死了 唉 都怪我 他就算是毫无修行资质 我也应该多些耐心教导他 在那里 没有任何气息 人已经死了 陈起 都是为师害了你啊 这 这不是陈起的尸体 陈起呢 这好像是魔门中人 唉 三位师傅 是我 陈起 你 你怎么在水里啊 四师傅教我的 在水里修行果然效果明显 你没有感觉什么不适吗 刚开始有些 现在完全感觉不到了 我还喝了不少湖水呢 喝喝喝喝喝喝了不少 你逗我呢 陈起 这个魔门中人怎么回事 被我灭了的 少吹牛了 年纪轻轻学什么不好 你修行都没入门 怎么可能杀得了魔门弟子 陈起 说实话 魔门之中前来可不是小事 真是我杀的 唉 小子你还敢吹 来 朝二师傅这里打 是怎么杀掉魔门弟子的 嘿嘿嘿 二师傅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 你不会真以为能伤得了我呢 哈哈哈哈 那是你想多了 你二师傅一身好练 刀枪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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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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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师傅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情况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真爷 你怎么看 那日 陈起被造成几次攻击而没死 我就觉得他有特殊之处 如今看来 陈起虽然没有修行资质 但应该身负特殊体质 百毒不侵 伤势恢复得极快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单身体 啊 单身体 你是认真的吗 不错 就是单身体 和名令天下无数女修士羡慕的纯阳之体 可惜这种体质不能够接近女人 不然破了纯阳之力 纯阳之体也就不存在了 啊 师傅 既然我有纯阳之体 是不是就可以修行了 嘿嘿 既然他们误会我是单身体 单身就单身吧 心中无女人 出拳自然神 既然你如此执着 连我们的洗澡水都喝 以后允许你逐渐修洗我们的禁术 但不可操之过急 禁术的破坏力 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陈姐 我要告诉你 老残院如今不但被整个洛仙宗 视为毒瘤 更是遭受天下魔门的窥探 今日这两个魔教徒你也看到了 魔门为什么窥探我们 魔门想要得到老残院的禁术 他们不怕修行之后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魔门无所顾忌 就算禁术伤身 他们也可以通过残害生灵 修补伤势 所以禁术万万不能落到魔门手中 否则生灵涂炭 弟子 明白 不愧是禁术 一招就崩碎了一根手指 幸亏 我有变态的恢复力 可想而知 四位师傅 四位师傅当年为了修炼禁术 付出了多少 一 一 二师傅 这是去干嘛呀 怎么这么臭 你四师傅做的榴莲臭豆腐炖大肠 太臭了我去给倒掉 那 这是人吃的东西吗 对了 你的捉音手练得怎么样了 二师傅 略有小成 略有小成 几个菜把你喝成这样 你知道捉音手这门禁术 小成需要多长时间吗 你才练了几天 我感觉修炼得很顺利 年轻人还是太年轻了 来 攻击我 二师傅 吃不好吧 你不会以为 你能像上次一样 把我打飞出去吧 你纯粹是想多了 上次我是没有防备 看招 不许 这么快 老残怨的废物们 我朝成又回来了 什么东西 臭的好臭 是谁干的 你们摊上大宿 白师兄 白师兄 今日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你们是不小心 还是故意的 我是 故意不小心的 仇死 今日我白云飞代表执法堂而来 洛宪宗禁止老残院修徒 陈琴 跟我回执法堂 等候发落 想带走我徒弟 问过我了吗 怎么 你一个残废 敢和我动手 你可以试试 试试就试试 执法堂堂主赵教 陈全 裸仙宗之所以留着你们几个老家伙 就是让你们在此自生自灭 现在你们竟敢私自收徒 简直是自群灭亡 现在我给你个机会 把此次主动交出来 做梦 敬酒不吃吃罚酒 动手 老东西 我现在就要抓走这陈琴 并把他沉入大渊 勇士不得翻身 不爽是吗 来啊 动手啊 动手打我呀 神全 你敢动手 我没动手 我动得巧 找死 老残院出击了宗门底线 五颗饶术 我怕你啊 神全 为了一个刚认识几天的凡人 值得吗 值得 值得 四位师父 你们一个个竟然都来了 自身难保 还想着救人 我看你们都是疯了 既然我 天 今日我就替宗门灭了这老残院 哈哈哈哈哈哈 是我执法堂的真堂法宝珍玄塔 老残院毁在珍玄塔之下 是你们的荣幸 随身携带珍玄塔 赵敬这次有备而来 他在试探我们 灭我老残院 同一位 什么 碎 碎了 臣玄塔 可是准圣器 竟然被一拳打碎了 二师父一拳之威 竟然如此厉害 无愧是称号神拳 北斗神拳 你的身体 竟然还可以施展北斗神拳这等禁术 赵敬 别逼我出第二拳 本堂主不受威劲 臣起辞子入门 未通过任何考核 指使你们私自收徒 不算落先宗正式弟子 本堂主有权利把他逐出老残院 敢 神拳 放狠话没用 你就算今日能阻我 他日我也会带领诸位长老再次前来 你的北斗神拳 我看你能用多少次 赵敬你到底想怎么样 很简单 你们既然护着这小子 那就让他和白云飞决斗 我落先宗规矩 只要战胜执法堂弟子 便可获得落先宗外门正式弟子的资格 这不公平 臣起才入门几日 公平 我给你们决斗的机会已经是很公平了 别不知好歹 不可能 这样让臣起送死没有区别 既然如此 你们老残怨就等着落先宗长老亲自来踏平死地 你们几个老家伙也会因为这小子的连累受援抱歉 甚至陨落 我老残怨何惧一战 父子那四弟 你们这是自动给宗门灭你们的借口 我成全你们 慢着 你在和我说话 哼 我答应决斗 陈起 大师傅 事已至此 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而且我也想通过门规 获得堂堂正正的弟子身份 堂堂正正的弟子身份 你这和找死有什么区别 堂主 我来弄死这小子 陈起 一个无名小子 竟伤害我根基 让我无法和可爱的女修士玩耍 我可少数死不足惜 我现在战斗经验太少 很难躲开赵春的攻击 我人一如计访的弱 我被你伤害简直是七尺大辱 上 我躲 小子 你还想用原来那一招 戳阴手 哦 你们竟敢教授这小子禁术 嘿嘿嘿 你不是不能和可爱的女修士玩耍吗 我就把你变成可爱的女修士 我的根基 毁了 彻底毁了 卓阴手小成 陈起怎么学得这么快 咱也不知道啊 这小子对正道功法毫无自知 对禁术却有着罕见的天赋 怪财啊怪财 白云飞 杀了他 老残院绝对不能再出现一个修炼禁术的人 用尽一切办法杀了他 行主放心 对付他 我有十足的把握 上 卓阴手 奇怪吧 那是因为我和赵成那活不一样 陈起 就是这样 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杀了他 斩草除根 死 堂主 结束了 站住 嗯 没死 妈就再给你一拳 让你多体会一下那份临死的痛苦 住手 我们不比了 神权 你当儿戏吗 你说不比就不比 你 这下 彻底解决了 啊 啊 你想多了 怎么可能 你怎么还没死 来 你还敢挑衅我 啊 我这是 练体急净的一下 该我 啊 练体急净 这小子的肉身 竟然快要达到炼体急净了 老残院竟然培养出了如此滋质的弟子 看来 陈起比我们想的还要怪财 白云飞 不惜一切代价 灭杀此子 陈起 能逼出我的最强状态 你足以自傲了 去死的 啊 陈起 你现在在我面前 不堪一击 白云飞的圆阳铁当工 苦练三十年 不尽任何女色 一旦完全释放最强形态 实力绝对能排进洛仙宗前一百 哼 这下稳了 啊师傅 麻烦把我去湖里 提桶水过来 提桶水 你要干什么 喝 这 快去 我和白云飞差距太大 没有湖水的刺激 根本不可能战胜她 好 我马上去 你还真是顽强啊 要被我虐多少次 谁肯死 水来了 啊 陈起 不打了 没事带你走 我看谁敢阻拦 不用 她既然不能一击杀死我 她就永远杀不死我 哎 喝水 这是什么操作 哟 临死前 做个饱死鬼 我成全你 再来 喝了一桶水 还给你喝消灯了 啊 刺子身上的金光更加闪耀 这说明 它离炼体极境更紧了一步 就喝口水的时间 肉身就得到了提升 怎么做到的 来吧 现在才开始真正的战斗 我 如你所愿 不和你玩儿了 哈哈哈 我全力出手 你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啊 陈起 很好 干得漂亮 某残院香火一断 呵呵呵呵呵呵 这就是你和我真正的差距 可惜啊 你明白也晚了 是吗 你 宁静静 你怎么 还能说话 啊 什么 说了 这才是真正的战斗 这小子 是什么怪物 我看看你到底有多挺 啊 啊 神奇 你个王八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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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做梦 赵青 您想反悔 天涯 这小子刚才有多诡异 你也看到了 我现在怀疑 他来路不正 是魔门的奸细 小子 小子 我走 回去调查 赵青 别逼我 废了你 事关重大 我希望你们四位分得轻轻重 你 一个垃圾 居然敢动手打我 谁说 谁说我来路不正 谁说我来路不正 我有落霞令 我进来的光明正大 落霞令 你哪来的这东西 赵青 有了落霞令 证明陈其有进入落先宗的资格 他打败了执法堂弟子 表明他有成为我老残院弟子的资格 现在你无法阻拦 否则就是触犯门规 触不触犯门规 我执法堂就是门规 老子说了算 你打我干什么 他有落霞令 落霞令 谁不知道落霞令如今就是个笑话 他有落霞令 此次手段诡异 我执法堂需要调查 他有落霞令 你能不能听我说完 我在和你说我怀疑他是魔门 他有落霞令 我们走 好 赵青这种无耻小人 还得是似师傅出手啊 堂主 那家伙连打你几巴掌 就这么走了 这怎么能忍 闭嘴 你们记好了 老残院谁都能惹 就那家伙不能惹 为什么呀 那家伙是个脑残 神经病 根据门规 他杀人不犯法 可是堂主你不是说执法堂就是门规 你说了算吗 是不是啥 我都被他打死了 还怎么说了算 话说那家伙神经病这么多年 根本没出过手 这次竟然直接对我动手 真是晦气 不过老残院可不是只有我盯着 这些人 以后别想后过 唉 一场风波终于结束了 二师傅 一二师傅刚才使用了北斗神拳 被禁术反噬 我们现在不可轻易动用禁术 动则寿源大减 甚至有暴毙的可能 这么严重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这是道商最根本的损坏 恐怕只有宗门秘境中的长生草可以延缓吧 宗门秘境 长生草 陈姐 和执法堂一战 你让我们几个老家伙看到了你的潜力 从今天起 我教你真正的禁术 真正的禁术 什么捉音手 不过是旁门左道的小数罢了 北斗神拳这种无敌拳法 才是真正的禁术 你们呢 哥 老四 你呢 算了你不用教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这话就不能这么说 和执打牛 你小子果然在禁术上有极高的天赋 唐人练习这招 大部分时间要花费在养伤上 你竟然无视禁术的伤害 可以一直修炼 快猜 干饭啦 怎么就一个财 宗门已经好久没有给我老残院送过物资了 修炼资源也是 一颗大药都没有送来 陈奇啊 吃完饭 你去向宗门要老残院的资源 好 让陈奇去真的好吗 他能要的来资源 他要不来 那你还让他去 他还年轻 不像我们 可以一直待在老残院 可以一直待在老残院 这片大路无边无际 他早晚要走出去 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如何走出老残院 如果被人针对怎么办 我留了后手 在他体内种下了大罗天印 什么大罗天印 这等超强禁术你一辈子也只能使用三次吧 这是最后一次了 无妨 我在陈奇的身上看到了未来 它是我们老残院最后的希望 我的乖乖 这才是真正的洛宪宗嘛 不但亭台楼阁无数 竟然还有三座浮空岛漂浮在空中 简直不要太气派 不过 怎么冷冷清清的 连个人都看不到 这位师妹 我有事请教 师妹 我想问问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奇奇怪怪的 师妹等等 我还没说我为什么 你就不知道了 再见 何人说话简直太可怕了 师妹 跑这么快做什么 你 你怎么跟上来了 都只同门师兄妹 别那么生分 师妹去哪里啊 我 我去领取修行资源 修行资源 那巧了 我也是领取资源 一起吧 啊 小心 太吓人了 师妹 你这御剑术使得不熟练啊 平常偷懒 没有刻苦修行吧 那个 你不用看我这么近 没事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遇天圣子 听说今日你约了江神女前来 我等可以借此机会 蘸养神女风采了 神女一向神区简出 甚至从不和外人说话 清冷至极 本圣子哪有那么大的面子 约到她啊 不过 确实是本圣子通知的神女 来此领取修行资源罢了 神女仙臣不染 不眨俗雾 听说长这么大 和男人说过的话都屈指可数 遇天圣子能邀请江神女前来 已经很了不起了 要说的洛仙宗 和神女聊得最多的 确实是本圣子 其他圣子别说和神女说话 恐怕 面都没有见过几次 师妹 你叫什么名字啊 啊 问你话呢 江联一 我叫陈琪 师妹是我洛仙宗 正式认识的第一个弟子 以后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 我帮你 对了 咱们什么时候到 到 到了 来了 叫神女来了 神女后面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个人 而且还是个男人 人不少啊 什么情况 神女怎么会带着一个男人 不过来 而且那小子的手 还放在神女身上 神女不是从来不和人接触吗 和神女说话最多的 不是御天圣子吗 我等见过神女 见过神女 啥 神女